take personally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我们念成personally personally原本它的中文意思 我们翻成针对某人的 或者是还可以当作就个人而言 或者就本人而言亲自 这些都是personally的意思 那这个字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它其实从person演变过来的 而person这个字它的形容词指的就是personal 那person这个字它的形容词就是 是personal在后面加上al 我们知道变成个人的 后面加上一个al形容词的字为 就变成个人的 那在personal的后面加上ly 就变成它的副词 针对某人的或者是就个人而言 所以那边有个句型就是take某件事情personally 表示对方是认为是针对个人的意思 或者是对什么事情感到不高兴 那我们看英文的解释 to be offended by something 那我们看一下offended这个字 offend这个字呢 它原本的意思呢 指的就是冒犯或者是触怒的意思 所以呢被某一件事情所触怒 表示你是针对我而来的 好我们看例句 please don't take this personally but I don't like your shirt you look better in darker colors please 好请你呢 don't take this personally 好同学呢可以把它这一句 把它当成是一个日常生活上的用语 当同学呢 你有你想提供给对方一个更好的建议 但是又怕伤害到他的感受的时候 你就可以先说这一句话 don't take this personally 不要把这件事情呢想成 或者是认为我是针对你 好因为呢我不喜欢你的衬衫 为什么不喜欢你的衬衫呢 因为呢你看起来会看得更好看 in darker colors 穿比较深色的衣服会比较好看 那言下之意就是你现在身上这件淡色的 好就浅色的衣服呢 我个人看起来不好看 但是这件事情并不是针对你 而是因为我认为有另外一个选择 对你更好 好所以呢这个片语 take personally 认为是针对个人 或者是对什么什么事情 感到不悦